一天来个老干妈炒饭啊 说是这个带炒饭啊 它是有技巧的 什么技巧呢 你往后看就明白了 要想把带炒饭做好啊 看到没有 你先把锅给它预热了 锅里面烧油 先把锅给怼冒烟了 然后倒出来 再加烧粮油 这就是传说中的热锅粮油 然后找个盔子打两个鸡蛋 家里面它也不好的打一个 鸡蛋液往里倒 它不粘锅 这锅你要怼不热的话 鸡蛋往里一下嘎沾了 炒蛋炒饭啊 鸡蛋给它炒的老碎一些 然后下入火腿丁 再象征性的翻炒五六七八下 然后关小火把米饭给它倒入 用上去给它敲一敲 把米饭给它敲散了 这个米饭啊 最好是隔夜饭 刚正说的米饭不行 米饭给它敲散以后 然后立马开大火给它爆炒 但火也不能太大啊 太大嘎糊了 接着我交代一句啊 可家里面不会翻瓢的 火关小点 用铲子铲 给它炒出这个熊样 粒粒非鸣 然后加入老干妈 也不一定非要放老干妈 你自己得意啥酱 你放啥酱啊 再往里面少来的盐 不要太多 太多嘎咸咸子 出锅之前撒上一把葱花 这小味得人家上去了 各乐就出锅 这不就好了吗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身 带着你的胃 满满灯灯